我们的脑袋 我们能够阅读的书 好像只有五万六千什么单位 但是AI可以很快地 吸收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站在AI的肩膀上 我们已经可以超越 原来我们的自己 我们有感觉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各行各业 都会产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才推了这个工作方 叫做百工百业用AI 每一次有新的科技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能会因为使用这些科技而不一样 比如说网络啊手机都是这样 那AI的诞生 它是一个像是水还是电一样 它会普及到各种服务里面 我们的想象是希望 让大家去演练一个 其实J&I导入现有生活 或是做转型的一个流程 在对焦过程 产出一个共创的解决方案 这个工作方 我们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工具 一个是需求 需求的部分呢 主要是让还在摸索这个工具 可以带给他们什么效益的这一组人 更了解产业逻辑上面的需求是什么 那工具的部分则是告诉他们说 什么样的工具 大概适合解什么样的问题 我会鼓励是一定要稍微的了解那个AI的原理 那你了解那个原理你就知道它就是呆蒙AI机器 工具的出现并不是代表危机 其实我们用的字眼事实上是一个转机 这个转机你能不能够掌握 其实关键还是在知道说 这个工具的可靠性 这个工具的实用性 那也会知道它的局限 技术不会完全取代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是人要叫技术去做事 人要对于环境的变化 未来的需求 你要理解的更深一点 技术就会变成你的好工具 所以变成是说人们并不是只等着技术来告诉我们世界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去具备我们可以告诉技术世界要到哪里去的这样子一个能力 技术本身还是会进步 那技术的进步会带动我们用法的改变 那最后会影响整个产业的变化 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里面 你至少带回去一两个工具是你可以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或是说你在工作之余 然后去探索这个工具的一些能力 甚至说找到它的极限在哪里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样子来帮助这些人 他可能不见得是这个领域的 他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去学会这些技能 我自己就是算是就是想象力丰富的人啊 但我不会画图 但就是好像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自己也可以产生绘本 我自己在看这一波的生日试哀 我自己最受冲击的一点是 我突然发现我的人生突然 有好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很多 我原来想会没想过的事情 很多可以帮助资料搜集 或者是创意发想的部分 是我觉得一般的工作的人可能蛮需要的 就是一般我们现在工作时间很忙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加速工作的效率 我们衷心期待在秋季9月27、28 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大家来参加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GNI先导工作坊 在其中可以学到不只是GNI的素养知识 也可以透过讨论交流 获得更多不同的观点 也促进各位换位思考 了解到自己在工作或生活上的需求 未经许中是更富幸的 但是要不想让我们 珍费使我们的大家 好 实际上